赤城之后 伟大不调 宋家 或昌或珠 你说什么 裴眼珍 你注定得不到天下 也得不到妙妙 什么 阿琪 她 她这是在说什么 裴大人 秦家落败 如何安排沈家 裴眼珍 沈家 沈家 祸朝祸珠 沈家 祸朝祸珠 沈家 祸朝祸珠 祸朝祸珠 可是出自你后州 是 宋家 难道不是沈家吗 阿仔 阿仔 阿姐一直未曾问过你 你从边关被抓到京城 被关在哪里 你还有印象吗 什么被抓呀 不是二姐夫带我去玩吗 而且没住几天 就见到你跟爹娘了 不是被眼珍抓到 不是他 阿赞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呢 阿赞 阿姐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以为 是姐夫同你先商量好的 阿姐 你们不是也没问过我吗 他要你住进摄政王府 必定是想将沈家的人斩草除根 唯一的方法 就是调开斩月 约他道场外 届时 我与杀手埋伏作用 拿裴映珍的性命作为要挟 我就不幸走不到沈赛 自从你决议对宋家下手的那一刻开始 你我之见 就注定会有一场冰戎相见 淼淼 阿赞在吗 放心吧 吃完饭就过来 吃完饭 原来是宋夕远骗了我 小舅舅 娘亲只是怕你难过 才不让我们提的 你怎么惹她哭了 阿姐 我 原来真相如此 可却一夜障暮 神妙啊 神妙 你好蠢的心 好蠢的心 妙妙 有些话 我们是该聊聊 事成之后 伟大不掉 宋家 或超或重 小东西啊 你怎么飞回这儿来了 我把你带回妙妙那儿 事成之后 伟大不掉 事成之后 宋家 或超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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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家 宋家 或超或重 神家 或超或重 神家 或超或重 神家 或超或重 或是不断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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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你带回来 我看来 但我虽然是 很多事成之后 都给你个人带回来 裴彦珍 你注定得不到天下 也得不到妙妙 我早该想到的 你聊哥虽聪慧 但他毕竟非人 怎么可能说一遍就会学会 萧儿的小路 你们一路上都有机会碰 可我却独独一心裴眼珍 你步步为营 小心算计 缜密不漏半点破绽 甚至用苦肉计 宋星远 这些年 我真的认识过你吗 若非裴眼珍手段狠辣 与过河拆桥灭我宋氏一门 我又为何放着好好的太平商人不做 非要机关算尽去争着天下第一把交易呢 你无耻 你为了自己一己私心 就要将我们全家人都卷入其中吗 你真觉得你呆在裴眼珍身边 你还能独善其身吗 从当年你自写修书离开宋家开始 我就与裴眼珍联手 算得上是他下属 祝其夺位 直到某天机缘巧合 我听到了他与展岳的对话 那时我才明白 无论是太后还是裴眼珍 都不会放任宋家做大的 裴眼珍或许没有对沈家说过诛心之言 可是在他的心里 却动刀子冲国库的 永远都是宋神此类的豪富俱伤 裴眼珍敷衍地答应过我 他说攻城之后 会把沈家所有的商路 都进归于宋家 可实则 沈家他万不会动 唯有宋家 我是为了保护宋家 我才破釜沉重 我才筹谋一切的 所以你就要离间我们二人 让我对他误解至深 我一直以为 这一切都是裴眼珍所为 可谁知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是从路上换走古雕小路 从你带走沈宰 制造假象嫁活裴眼珍 从你假装让人刺杀 从你赠争我聊歌 或是更早 我还不想让人刺杀 我还不想让人刺杀